哈囉 各位朋友大家好 今天一樣 我在車上拍影片 不過今天是白天 那我現在人在高速公路上面 大家先聽聽看齁 我現在用 GoPro機身上的麥克風 直接做收音 我不知道影片中大家有沒有 聽到 很大的風切聲跟胎罩聲 這台TRAFOR 我開了快要兩年了 其實我對它的油耗啊 各方面都很滿意 那有問題的 像懸吊的部分 我也做了一些改造 然後前幾支影片應該也看到 那個霧燈的更換 甚至到最新的 車機任意的更新 我現在很多朋友大家都看到 那我覺得現在 對這台車剩下一個地方很不滿意的 就是 噪音 那我不知道大家現在聽得到嗎 我在高速公路上 我現在固定速度是在100億 跑開的ACC在跑 那 它的風切聲跟它的胎罩聲 真的 有點大 尤其我這個輪胎已經用了3萬多公里 3萬3、3萬4了 每次床的副文在主台 其實現在胎罩其實是會上個大聲 所以我在考慮要做一些更新的部分 比方說那個 門 車門的隔音膠條 燃裝 或者是輪拱 裡面的一些隔音的部分 那我不打算全車座啦 因為全車座我覺得 太浪費錢了 而且其實也增加滿大的重量 那 我想風切聲跟輪拱裡面的隔音 如果做一些改善 我猜應該會好很多 那 各位講一下 我下一步就是會 打算做這樣的改造 然後 我也還在找 可以現在的廠商啦 廠家 所以我還在找 那如果大家有推薦的話 可以在 底下 幫我留言 那 可以的話 我就到廠商來 做做看 那我 剛好手邊有專業的那個噪音機 順便可以測一下 安裝前 跟 安裝後 的一個噪音的改善 好 那今天就是這樣 謝謝各位 等我做好影片 我再分享給大家 掰掰